從2016年開始 為了挑戰國際自行車 一級車隊 台灣職業車手杜志豪 開始了他的旅歐生涯 從丹麥前進下一站西班牙 新賽季加入Cronforma車隊 不過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 讓他目前所有比賽都停敗 目前確定大概到六月份之前 都不會有賽事 我們會時不時會互相關心一下 就是他們那邊的情況 我也希望他們趕快 是疫情趕快好轉 我們可以趕快比賽 我們可以趕快配合這樣子 現在的話就是 每週末我們會有固定的團齊 然後就會類似像比賽的感覺 但是是比較趣味的 一個方式進行 去年的自由車雅錦賽 杜志豪在U23男子個人公路計時賽 為中華隊拿下第一面銀牌 但Sergio沒有因此停下腳步 因為踏入國際戰場 才更知道和隊友的差距有多少 到了那邊然後我比賽 我跟隊友之間的差距 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後來自己在自主訓練方面 就是跟教練協調之後 我的訓練量一次是增加比較多 所以我的身體在12月1月 2月都 12月1月都有一些狀況 所以但現在都很好很穩定 都沒有什麼問題 準備好自己加入西班牙新車隊 杜志豪除了迫不及待 想和隊友一起比賽 目標也放遠 希望能再次代表中華隊 挑戰自行車押緊賽戰場 未來特有新聞採訪報導 未來特有新聞採訪報導 在排水裏 Mir,世安 沒有 母學生 谢谢大家